給大家看看我拍完兩條影片之後 這裡全部有一片浪跡 然後 外面有一隻等著出街的小狗 對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超開心的 終於等到 就是我的Gmarket初體劍 第一次買 然後開箱 其實我是蠢了 我買了這裡四間店 其實我分了兩次買 因為我發現好像有些東西 反正都買開了 不如買一起開箱 分了兩次就虧了一點運費 但其實 比我想像中 在Gmarket是容易買很多的 那我們一邊開箱一邊說 好嗎 那是什麼來的呢 是 Opure 應該 我自己就發現 其實Gmarket 不是全部東西都一定有得賣的 但是最新款的那些 都不難找到 但是都要某些牌子 因為其實它不是一個很 官網的感覺 它好像淘寶一樣 有旗艦店 但是都有一些雜不甘的人 在賣東西 我自己都會比較偏向去官網買的 那我就買了三樣東西 Opure 這個叫做Juicy Pan Tint 這樣 這個顏色呢 哇 好像血紅色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那種飽和的顏色 很明顯 它有那種 漸變 咬唇妝 很容易做到 兩秒鐘 沒有技巧 它還是有Opure 我買的 Watery Tint 那一種 銀色呢 我超喜歡那種 那種黑加輪子味 一樣的 但是呢 它這個方法我挺喜歡的 它拿得來 肩膀得來 完全不張嘴 它有進步到 比起那一支 但是就真的不飽和 哎呀 好開心啊 第一次買的第一樣開箱 就已經是喜歡的 真的 嗯 好開心啊 那第二支呢 就叫做Kissable 我買的顏色是 不懂得看啊 是豪文的 應該是01 這個顏色 為什麼我會買這支呢 就是我在Facebook 有間店舖 專賣韓國的東西 我就看到它不斷推這支 特價98元 那我就在Gmarket看到 30多元 不是不買呀 它裡面呢 就是一個磨砂的唇膏筒 很滑的 就有點像Dior Glow 那種感覺 看到我可 有少少淡粉紅色的 很期待呀 我不想 放了嘴 但是 下次吧 我遲些做個review 然後第三個 這一盒呢 就是 Control Highlighter 來的 那我純粹是 搭單 反正買開東西 然後又很便宜 我Pure的東西 真的又便宜又高質 那裡面呢 就是有些流沙的花紋 它是偏自然的 一點都不粗粒的 再給這裡 嘩 有分別呀 有分別呀 摸上去也很滑的 不會有火粒感的那種 也不會有那些很強勁的閃粉感 我自己也挺喜歡 這支顏色對我來說也挺適合用 因為有時候太過銀白 我就真的用不到的 所以你看它blend開了之後 不會太過浮誇 但也不會沒有東西看過於自然 然後就到這一盒了 這一盒是Bia的 好 那我就買了三樣東西 包裝也挺型格的 這個藍色是我最期待的 因為我沒試過有藍色管的唇膏 讓你們看一下樣子 很有質感的藍色 我的色號18號 它的顏色呢 是這樣的 順滑的 它是很順滑 不會畫卡皮膚 這支顏色呢 超白雜 是那種豬潤色來的 又是那些 你每一天 不要死的了 你放它在你的袋子裡 有什麼事就補 都可以的 那我自己就 沒什麼特別 不會說很驚艷到我的一個顏色 而且它的質感是 尚算可以的 我不會覺得它特別 嘩好絲滑 沒有的 然後到第二支 應該是唇膏了 看樣子 泡紋的旁邊 很wild 15號色 它這個顏色就這樣看 很南瓜的感覺 我喜歡 我喜歡啊 它是那些爛了的南瓜顏色 我不是又用吹形用詞呢 這顏色很漂亮啊 我現在已經射了原本的嘴了 快點去買吧 大家 好漂亮啊 一點都不張嘴 一點點光 對 它有一點會塞在唇紋 但不會說很過分 你想想我這麼黃的人 都不會顯得很黃 好漂亮啊 是不是很有質感啊 這個顏色 我這次買的東西 真的超便宜的 全部都 我之後打回一些價錢在下面 我暫時不想看電話 我現在不停看著 螢幕自己的唇色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 你不會說在香港的開格品牌 裡面 可以很容易就找到的一種顏色 完全忘記自己還買了一個 眼影盤的 我剛才一直以為這個是胭脂來的 我還以為這麼好的 有新胭脂用 原來不是 大家都是鬼打牆的 每個人都會擁有 裡面有一塊鏡子 我不想效果這麼誇張 這個真的讚不下去 我覺得很正常的一個眼影 一個開架眼影 粉質算是幼細的 但真的沒有什麼驚喜可言 好 然後再開這個 這個就是 看得到 explorer 我發現了一件東西 原來在G Market買東西 是沒有贈品送的 我以為好像在韓國買到的都會有贈品 我這次在explorer買了兩支粉底 一支是比較silk的 它叫做be silk 然後這個就叫做glow 都是pro-taylor的系列 現在開了的是glow這個 不會流下來的 但掉出來的時候就感覺到它是比較薄 因為很輕身 但是它上手的時候 都是很好推的 你會看到 哇 推得很開 但是很白 怎麼辦 很glow的 你會看到 你看那些光澤感 不得了耶 應該不需要用很多 用很少就可以推完整塊面了 我想如果你是混合性肌膚 不用想它 已經感覺到有少少油的感覺 好 我們抹回去 反正還是開了這款be silk 這款其實質地都差不多 它好像再留一點 好白 嗯 這個再更加輕身 它是沒有那種黏的感覺 剛才也還有少少的 一樣都是推開一點 好白 這個呢 它一推開了之後 是清爽的 跟剛才完全不同 而且是會比較霧面 它未去到屍肉面 我覺得偏霧面 但不是完全雅面的感覺 會適合一些比較中性皮膚的人用 我覺得好像有點乾 暫時在手道的感覺上 不知道上面會怎樣 它都一樣是用很少 你看就已經 剛才那個pump有這麼多 但已經推到這個位了 那原本呢 我特意要去Gmarket買東西 就是為了Ettohouse 話說有一陣子 我突然很想試 Ettohouse的這支 makeup base 然後我有朋友去韓國 我就叫他幫我買 但他好像忘記了這件事 那就算了 那我就在香港那裡的專門店 就找了165元 是賣光 即是它不賣光 油脂吧 一賣光 我就真的很想要 那之後我就特意上Gmarket 下載那個app 然後看一下 然後扣了那些coupon 那些折 之後 88元就有一支 不是不賣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沒有理會了 兩支都買完了 一支就是Oil Volume 另一支就是Hydra 我對於這兩支 看來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開架的浪漫 覺得裡面的東西 有點像小時候吃的那些 粒粒雪糕 很有趣 那這個makeup base 其實也挺有名的 因為在韓國是很多人推金色波波 這一支 但是呢 我有懷疑過 香港現在開始轉回去 春天夏天 可能會太過黏 或者太過油 那所以呢 原本都沒有打算買藍色波波 我都入了它 然後試一下會不會 夏天天氣用這支比較適合 金色支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你會看到裡面還是有金色波波 它塗出來就好像塗精華一樣 很快都能吸收到的 沒有顏色 去到面上 適妝效果 和底妝是否融合 就要遲些試完再告訴大家 但如果你說我現在的感受 我相信它是夠滋潤的 讓大家看看 這一款裡面 就是藍色波波波Hydra的那一支 這一款有閃粉的 咦?不是啊 兩款都有一些閃粉在裡面 這款塗下去 噢!完全不同 塗下去是水的 對啦 很清爽型的 那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就絕對不要選這支了 因為現在呢 是有粒粒的 但是這款呢 一塗開已經沒有了 完全從來都沒有黏粒的感覺 然後它是有少少閃粉的 所以應該可以提亮膚色 和讓皮膚有些光澤感 然後就買了這款 Best Love Fifteen Colors的 Shadow Palette 裡面就是這個樣子 膠的紅色盒 然後有些金色的字 打開出來呢 它裡面的顏色 都是一些很受歡迎的顏色 我自己本身就不太喜歡 Eto House眼影盤的粉質 我現在又試試摸一下 差不多 跟以前差不多 都是比較硬 然後粉一點粗的感覺 你看到中間這兩隻顏色呢 其實顯色到都一般 反而一些比較鮮艷一點 和深一點的話呢 就會出很多了 原本都沒有太大期望 所以現在來到又不算失望 但純粹沒有驚喜 好了 那我第一次的Gmarket初體驗 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問我的話 其實整個購物的流程 都是非常順暢的 因為我買完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問我 我沒有買過 是不是真的容易 難不難的 其實比想像中容易很多 基本上呢 你是下載了APP 然後去選擇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就填一下地址 然後放在購物車 給錢 然後等就可以了 那我就選了便宜一點 寄過來的方法 就是順風 都很快 我想一個星期內 我已經收到我買的東西 它們都是一個雜運的形式 是不同的公司寄到Gmarket 那裡收到 那它就會開始包裝 然後寄到你的手上 那一切的東西都很順暢 沒有任何困難 唯一比較有少少困難 就是我們這些不懂韓文的人 那你要對那些顏色 就要在買東西的時候 記清楚你買東西的色號 或者號碼 然後你選東西的時候 就選擇那個號碼 或者寄的韓文符號 就在這裡差一點 但是如果其他一切的步驟 我認識 大家都認識 我這個姨姨也買到 你們一定沒問題 知道嗎 那如果你喜歡這次的Gmarket 開箱分享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記得按LIKE 不要再按LIKE 而且請我們 感谢观看